第351章 斗黄灵影 你是谁 眼睛死死地盯着天空上的黑炮人 那从对方体内满意而出的思思强横气息啊 让得云灵指尖忍不住地颤抖了一下 色力内忍地问贺道 你可以叫我灵影 黑炮人呢微微低头 露出了一张幽黑的苍老面孔 笑道 你不是加玛帝国的人 云灵视线仔细地从自称灵影的黑炮人身上扫过 玄机呀此时发现了什么 惊异地喝道 我自然不是加玛帝国之人 不过谁规定了 不是加玛帝国的人呢 就不能进入这个国家了 自称灵影的黑炮人黑黑笑道 眉头紧紧皱着 云灵深吸了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惊慌 对着天空上的灵影抱全尘声道 这位朋友 加玛帝国并没有阻止任何人进入这个国家 不过今日这事啊 是我云兰宗宗内之事 还请阁下不要随意插手 事后我云兰宗定会将阁下视为上宾对待 虽然我云兰宗已有许久的时间在未踏足帝国之外 可对于来到加玛帝国的大陆强者 却是一直保持着欢迎态度 你倒是会说话呀 笑了笑 灵影确实摇了摇头 转头瞟了一眼 那正在与怀博冬接触到一起的硝烟叹息道 不过可惜呀 老夫受人之命 这个叫做硝烟的小家伙 今天我确实要毫发无损地将他带走 闻言云灵脸色逐渐阴沉 嘴角抽搐着 眼中闪过一抹凝染 朋友 虽然不知道你究竟是何人 不过这一般的得罪我云兰宗可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呀 云灵低沉的道 哈哈哈哈 云兰宗很了不起吗 虽然呢 在加玛帝国有着几分说话重量 可若是放在斗气大陆之上 却也不过方才二流势力而已 你有何资格与我这一般说话 这些年未曾了解外界信息 没想到这云兰宗竟然培养出了你们这些井底之蛙 当年云破天费尽千辛万苦方才打拼出来的名声 恐怕就要败在你们手上了 灵影大笑道 声音中的嘲讽让得云灵脸色铁青 不过却碍于对方实力强横以及摸不清底细 因此啊竟然也是有些不敢直接动手 原来是从大陆上来的强者呀 微眯着眼睛望着天空上的灵影 嘉行天轻声道 虽然呢 这些年皇室在大陆上也派了不少人 可是这个名叫做灵影的人 我却是依然没有半点印象 想来呀 应该是一只闭棍修炼的人吧 不过 萧炼又怎么会和这种大陆上的强者扯上关系呢 以他的实力根本还没资格接触到这个层面呢 法马笑着摇了摇头 现在的事情还真的是越来越乱了 那萧炼的背后啊也是越来越神秘了 哎 这样子看来 萧炼那边 算上海波东 以及这个灵影 居然都是有两位斗黄强者了 如果再加上那条神秘魔兽的话 这般阵容 在云云没有回来之前呢 云蓝宗似乎根本留不下萧炼了 嘉行天缓缓附着短短的胡须说道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 云蓝也该小心地思量一下得实啊 为了一个末诚而已 得罪拥有这般阵容的萧炼 简直就是得不偿实啊 法马第一声道 现在呀就要看云蓝自己的计算了 如果他能够放下萧炼给他的耻辱 而让得对方安然离去 倒也没什么 可若是放不开 执意要留人的话 那么大战难免 嘉行天微微点了点头 抬头望着那一脸铁青 拳头紧握的云蓝喃道 希望他不会一意孤行吧 他从未有想到过 今天的事情竟然会将两名斗黄强者都弄了出来 而这两位实力几乎不下于他的师父的强者 却全部都是以萧炼为中心 全力协助着他的安然离去 纳蓝燕燃嘴角溢出一抹苦涩 当年那个萧家废物 如今那却是几乎将云蓝宗掀了个天翻地覆 而这一切 皆是因为当年那个退婚之举 或许也正是因为自己的那番刺激 才真正的让得这个本该是废物的萧家少爷 彻底的蜕变了吧 如果当年没有 轻轻呢喃了一声 纳蓝燕燃猛然惊醒 玉手紧握 心中不知何时生腾起的那抹淡淡回忆 让得他有些惊恐 玉手捂着苏胸 深吸着冰凉的空气 与纳蓝燕燃的苦涩相比 那巨树上的纳蓝杰呀 也是颓废地叹息了一声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强者 以硝烟为中心的出场 他也是逐渐地感觉到了 这个年龄17岁的青年的背后 所蕴含的恐怖力量 本来这个说不定 未来会成为加玛帝国最强的青年 能够成为他纳蓝家的人 并且将这个家族 带上前所未有的强盛之徒 不过纳蓝燕燃当年的冲动之举 却是彻彻底底地 将这个击袜给粉碎了去 在这种时候 纳蓝杰终于是感觉到了 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后悔 然而在后悔之余 心中也是迁绕起了些许羞愧 如果在先前 云灵对硝烟出手之时 他能够站出来 替硝烟说几句话 那也是好的呀 更何况 在明明知道硝烟变时 那当初救了他一命的延宵后 他却依然是没有踏出身来 似乎啊 在某种潜意识中 他也并不想见到 或许对纳蓝家抱有一些敌意的硝烟 顺利地离开云蓝宗 想起这个可能啊 纳蓝杰额头之上 瞬间布满了冷汗 手脚也是一片冰寒 此行此举 与忘恩负义有何区别 亏得他呀 当初还信誓旦旦地说 有事尽管来找我 纳蓝杰满心的羞愧 并未让得场中的硝烟 将目光投注过来 此时他的视线 已经完全投注在了 那个出现的灵影身体之上 海波东望着那出现的灵影 眉头突然皱了皱 好片刻之后 轻吐了一口气 沉声道 是他 谁 还老认识他 文言啊 硝烟一愣 旋即赶忙问道 这个突然出现的 窦黄级别帮手 也是让得他呀 一桃雾水 他可不记得 自己什么时候认识过他 你在帝都之时 不是说过 曾经感觉到 有人在监视你吗 我当初啊 也说过自己 同样有过这样的觉察 不过那股感觉 太过虚幻 所以我也不敢 太过确认 直到先前这人 出现之后 我才方能够确定 他身上的气息 与那位 窥视我们的人 完全相同 海伯东 沉声道 萧炎眉头微肉 第一声道 他为什么要窥视我们 我怎么知道 海伯东摊了摊手 瞄着萧炎说道 看他出手的模样 明显是冲着你来的 你应该问你自己吧 什么时候竟然又结交了这么一个强者 我也是一头雾水呢 我能肯定 这个人呢 我是第一次见到 至于他为什么要帮我 我还真的不知道原因 萧炎苦笑道 嘿 这就怪了 难道这个世界上 还真有那种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蠢人吗 眉头一挑 海伯东四笑飞笑地说道 好了 也别管他的身份了 现在能量罩已经破了 撤吧 萧炎摇了摇头 全当是没有听出 海伯东话语之中的 那么细虐 催促道 海伯东点了点头 两人背后双翼震动 正面对着云灵 开始了缓缓后退 两人刚刚有所动作 那云灵啊 便是有所觉察 目光一转 阴冷地撇着萧炎 脑袋之上传来的 剧烈疼痛 让他擦脸旁之上 又是忍不住的浮现一抹猙獰 手掌颤抖了瞬间 眼中猛然地涌上一股赤红 立刻道 萧炎 哪里走 今日若留不下你 我云灵还如何协助宗主管理诺大的宗门 走 没有理会云灵那猙獰的河声 消炎面不改色 身体继续后退着 混蛋 给我站住 脸庞 脸庞逐渐变得血红 暴怒中的云灵双手猛然挥动 周身云海一阵翻涌 片刻之后 云海之中竟然凝聚出了一幅 长达一丈多长的巨型云弓 手掌一挥 云弓自动满旋 弓身之上 云色能量极速凝聚 转瞬之间 便是化成了一支足足有两三米长的巨大云剑 消炎瓷罢 愿独的盯着消炎 云灵额头之上缓缓浮现些许冷汗 想来这召唤出来的云弓云剑需要极大的消耗 以至于凭借其斗魂级别的实力 都是略微有些不知 去 嘴中一声低河 云剑猛然暴射而出 刹那之间穿透了空间的阻碍 对着消炎射疆而去 小心 由于两人都是正面对着云灵 所以后者呀 方才有所动作 海波东便是率先发现 一声大喝 一把将消炎拉在身后 双手急速挥动 寒气暴涌 带着消炎先走 我来阻拦他 就在海波东准备抵抗住此剑之时 一道黑影啊 突兀的从前面浮现 背对着前者 转头笑道 微微一愣 海波东眼眯着毛子 打亮了一下灵影 也不说话 拉着消炎 缓缓后退着 不过 在后退之时 谨慎小心的他呀 不仅在防备着云灵的攻击 也是在小心警惕着灵影 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家伙 以海波东的经验 自然是不可能 这般快速地信任他 见到海波东后退 灵影啊 这才转过身来 淡淡地望着 那犹如滑破 长空飞射而来的恐怖云见 绣袍清灰 铺天盖地的黑色影子 猛然自己背后抱涌而出 刹那之间 冲天而起的黑影 几乎遮盖了整个天空 这般庞大的声势 顿时将下方一些云兰宗的弟子 焊得有些苍白 身体悬浮在漫天黑影 形成的黑幕中心 此时的黑袍老人 宛如那将士天罗一般 放声狂笑 笑声中啊 有着难以掩饰的张狂 今日我倒是要看看 我家小姐要保护的人 谁敢伤之 一根寒毛 52章云兰宗的底牌 浩瀚天空 黑影遮天蔽日 竟然是连那青死而下的阳光啊 都难以穿透而近 此时的广场 也是完全陷入了一片阴暗 众人哪 唯有将那斗器覆盖体表 方才能够借助着微弱的光芒 查看着天空的情况 在黑影遮掩了天空之际 那穿透了虚空而去的巨大云剑 也是猛然的暴舍而至 云剑之间所蕴环的恐怖进气 直接是导致周围空间出现了一圈圈水波般的涟漪 尖锐的阴暴之声不断乍响 万影树 身体犹如完全融合进入了漫天黑色阴影之中 灵影手印猛然解冻 周围弥漫天际的黑幕骤然涌动 铺天盖地的黑色皮炼 自其中喷河而出互相缠绕 已是对着那暴舍而来的云剑迎了上去 一白一黑两道颜色截然不同 可却是同样蕴含着极为恐怖的能量脾炼 滑破长空 在下方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轰然撞击 煞时间只听得天空一声宛如惊雷般的怒响 瞬间之后庞大的能量气景 自两者爆炸处汹涌而出 恐怖的气景 居然是将那弥漫天空的黑幕都冲散了许多 阳光从黑幕缝隙中倾散而尽 星星点点地照耀在广场之上 这个人实力很不弱呀 嘉行天抬头望着天空之上 那在黑幕中若隐若现的黑袍人 满脸凝重地说道 看他先前的出手 实力恐怕至少也在七星斗黄左右 的确很强 而且他的属性功法呀 似乎是有些偏向暗系 这种属性可不常见呢 法马点了点头 目光环视了一圈 突然说道 如果再这样继续闹下去 我们需要出手吗 不管如何说 云兰宗都是我们加玛帝国的势力 嘉行天眉头皱了皱 沉吟了一会儿 说道 先赞窃看看 那个神秘斗黄 似乎也并非有意大闹云兰宗 只要硝烟能够安全离开 想必他也不会久留 而且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 他背后是否有着其他势力 所以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 听得他这般说 法马微微点了点头 也就不再说话 呵呵 倒是有着几分能耐 难怪如此猖狂 天空之上 灵影缓缓地从黑幕中浮现而出 望着下方那脸色略微 有些苍白的云铃大笑道 云铃咬着牙 目光透过黑幕的缝隙 望着那已经即将退出广场的消炎 嘴角一阵抽搐 脑袋之上传来的剧烈疼痛 让得他心中怒火 不断侵蚀着理智 给我留下 滴滴的一声怒吼 云铃苍白的脸庞上 再度涌上一抹嘲哄 澎湃斗气 缓缓地自其体内满意而出 将弥漫周身的空间云海 震得不断动荡 哼 明晚不灵 莫还真以为老夫不敢下杀手吗 望着那竟然还不肯放弃的云铃 灵影的脸庞之上 也是逐渐地涌上一抹阴沉 手掌缓缓探出绣袍 漆黑的能量雾气 在掌心处激速凝聚着 转瞬之间 便是凝聚成了一把 长达两米多长的黑色长枪 长枪表面 黑色纹路逆不其上 能量宛如水波一般 不住地流淌着 黑气鸟鸟升起 将之印尘得 颇具几分阴森的气息 手掌紧握着黑色长枪 灵影瞟了一眼下风的云铃 嘴角一撇 长枪猛然紧握 右脚退后半步 身体呈半旋之状 右手握着长枪 身体略微沉寂 旋即身体骤然扭动 手中长枪 带起一股 仗许长庞大的脾链 对着下方云海中的云铃 暴射而去 魔蛇事 黑色长枪 犹如漆黑的流星 划破天际 黑色缠绕之间 竟然是眼眼凝聚成了 黑色巨蛇之状 巨蛇仰天丝毫 空间震动 感受着那自天空暴时而下的恐怖劲气 云铃脸色猛然大变 他能够觉察到 这一次啊 对方是真的没有再半点留守的打算 心中升起一抹惊恐 云铃双手急忙舞动 顿时周围的云海呀 也是瞬间的波动了起来 一股股云色的能量升腾而起 在其头顶上方不断缠绕 仅仅是眨眼时间 并是构筑成了一道 宽长三米左右的云色盾牌 云色盾牌表面豪光若隐若现 看上去宛如实质极为坚固 在云色盾牌寄出之后 周围的云海呀 也是淡泊了许多 显然这个云盾消耗了不少能量 黑色长枪匹炼没有因为云盾的出现 而有着丝毫的停滞 依然是带着一往直前的凶悍气势 在众人那胆战心惊的注视下 狠狠地轰在了云盾之上 煞时间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声乍响而起 让得下风的云蓝宗弟子忍不住地捂住了耳朵 黑色光芒与云色豪光在天空之上互相交融着 两者交接之处 空间竟然都是出现了些许扭曲的感觉 灵影这一击竟然强悍如丝 真不愧是斗黄强者 哼 给我破 望着那僵持不下的两色能量 灵影双手缓缓结印 片刻之后 喉弄间那猛然发出一道滴滴的吼声 随着灵影吼声落下 漆黑长枪之上黑芒暴涨而起 一条左右七八丈长的黑色能量巨蛇 自枪身之上抬身而起 巨嘴张其血行阴森之气狠狠打张 然后在云灵拿木凳口袋的注视下 竟然是一口将云色盾牌给吞了下去 虽然因为吞了云盾 而导致黑色长枪变得淡薄了许多 可这对于那已经失去了最大防护的云灵来说 无疑是有种魂飞魄散的惊恐 然而黑色长枪并未因为他的惊恐而有所停留满分 长枪下指狠狠地对着其心脏部位抱射而去 尖锐的枪尖在瞳孔之中不断地放大 最后关头云灵也值得咬着牙 斗气覆盖着双手 拼命地用双手一把将长枪死死抓住 与此同时身体紧速一扭 双手刚刚接触到黑色长枪 其上所蕴含的恐怖劲气便是使得云灵一口鲜血 狂喷而出 身体也是被那庞大的力量震得对着地面坠落而去 云灵一离开云海 那弥漫天际的云海便是逐渐变得淡薄 道德最后竟然已经完全化为虚无 而随着云海的消散 那广场四周之上的众位长老的脸色 也是逐渐地浮现一抹苍白 手掌捂着胸口 蕴含着痛楚的闷哼声从喉咙中传了出来 与众位长老的脸色相比 广场上的那些为云海增添了一柱力量的云兰宗弟子们 确实要显得更加凄惨一点 不少实力较弱的弟子当场便是一口鲜血喷出 旋即脸色惨白地昏厥了过去 一些实力较强的倒是强行地扛了过来 只不过那萎靡的神色 让得人知道 云海被迫 他们也是受了极大的牵连 灵影一击之下 几乎是将整个云兰宗搞得陷入了一种瘫痪状态 斗黄枪者居然强悍至死 恐怖如斯啊 天空上 黑色长枪之上所携带的距离 直接是将云林狠狠地轰下了天空 然后重重地砸在广场之上 顿时石血飞射 一道道巨大的裂缝宛如地震一般 从云林落地之处蔓延而开 这些裂缝之大 甚至到了那些云兰宗弟子 不得不起身躲避的地步 由此足以瞧得出 灵影此次攻击是如何的恐怖 虚立天空 灵影淡淡地望着那满地狼藉的广场 手掌挥动 满天黑影皆是再度地涌进其体内 而随着黑影的退缩 温暖的阳光啊再度洒下 淡淡的暖和感觉 让得那些浑身冰凉的云兰宗弟子们 略微松了一口气 当松气完毕之后 广场之上的所有目光啊 都是急忙地投注到了云林坠落之地 那里深深的勾痕 让得那些云兰宗弟子 都是忍不住地咽了一口唾沫 还没死 嘉行天望着那幽黑的深坑 轻叹了一口气 现在的局面 真的是发展到了 越来越难以让人控制了 随着嘉行天声音落下 幽黑的深坑中传出剧烈的咳嗽之声 一道人影缓缓地自其中爬了出来 狼狈的模样 哪里再有着半分云南宗大长老的威风 此时的云林啊 不仅衣衫破碎 满脸血痕 而且在其腰间的位置 鲜血正不断地滚流而出 几乎打湿了地面 显然啊 先前他虽然强行抓住了黑色长枪 以及避免了要害部位 可却依然是被其上 所蕴含的尖锐尽气 弄成了重伤 望着那狼狈的 犹如丧家之犬的大长老 云南宗所有人都是滴滴叹了一口气 从坑中爬出来的云林 脸色出人意料的没有半点怒意 反而是平静的犹如一滩死水 冷冷地瞟了一眼腰间滴落的鲜血 再用手倾出了一下 脑袋上那被硝烟留下的猙獰伤痕 呼得轻轻笑了笑 笑声中啊 有着难以掩饰的疯狂 哈哈哈哈 你的确很强 抬起头来 云林对着灵影森然笑道 灵影眉头微皱 手掌缓缓扭动 黑气萦绕 声音淡漠 你的命也的确很硬 若是闲活得累了的话 老夫可以帮你一把 眼睛盯着灵影 云林突然大笑了起来 笑声牵动了伤势 让得他再度咳出了几口鲜血 抹去嘴角的血迹 他豁然抬头 眼睛猙獰如野兽 我不管你究竟是谁 不过你是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让得我云林宗 如此难堪之人 今日若是放任你们 安然离去 恐怕日后 我云林宗在加玛帝国内 将再无声望可言 所以为了宗门名誉 今天你们别想离开 你没这本事 灵影讥讽地说道 我的确没这本事 不过 音声笑了笑 云林在众目睽睽之下 突然从那界中 取出一只云白色的笛子 凑在嘴边狠狠一吹 顿时一股有些奇异的尖锐声调 猛然地自笛子之中传了出来 尖锐的笛声 营绕在整座云栏山 惊久不息 广场上 所有人呢 都是因为云林的举止 而安静了下来 一时间只能听见 那笛声不断传扬 嘉行天 微眯着毛子 与法马对视了一眼 猛然之间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眼瞳皱缩 是那个老家伙 他果然还没死 随着嘉行天 与法马 尸声落下 那云南山深处 一股浩瀚的磅礴气势 犹如那远古苏醒的巨龙一般 带着无可匹敌的围压 降临而下 在这股磅礴气势 苏醒之时 远在云南宗 几百里之外的天空中 一道白色流光骤然顿住 在半空之中 浮现一道雍容美丽的身影 此时他正望向 远处的云南宗方向 纳着